音符及子及圣人之名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平安喜乐 我是圣家会五子亲修女 常年集第31周星期六 圣路加福音16章9到15 今天的福音是接续昨天的主题 对钱财的态度 如果人用不义的钱财交接朋友 显然的动机和目的不真诚 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 在自己匮乏的时候 可能会有朋友接你收留你 但是耶稣劝戒说 在小事上忠信的 在大事上也忠信 人如果整个心思念律 放在钱财上 钱财的确是容易成为 引人犯罪的原因及工具了 这里耶稣要教导人 对世上财务的正确的态度 例如广施钱财 结交易友 以备不时之需 管理财务应忠信 最后提醒人 不能依奉两个主人 在天主和金钱之间只能择一 首先在小事上忠信的 所谓小事就是指世上的财物 在大事上也必会忠信 所谓大事是指委托管理圣教会的职务 或守受的任何神恩 在小事上不义的 在大事上一定也不义 如果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 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 这两句话指出人性的弱点 忽略小事的 也很容易忽略大事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信 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 别人的财务就是指这些财务 不是与生俱来的 死的时候也不能带走 提醒人 今世的生命是短暂的 真生命却是永远长存的 是永生 永生才是真正的财富 才是属于我们的 世上的财务是为了维持生命 都有权享用 至于灵性的财富 圣宠 德性 天国永福 才是真正的财富 也真是属于我们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 管理别人的财务不忠信 天主当然不会把真正的财富交托给他 因为那不忠信管理是财的人 也将不会留心善用圣宠 其次 接着耶稣说 不能一心二用 一个家谱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天主及财神 他若不是恨这个而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而亲世那个 你们不能同时侍奉天主 又侍奉金钱 参阅独私负音的有感 在罗马全盛的时代 中东及埃及 甚至于欧洲各地 还流行一种奴隶的制度 这些奴隶都是战败国的俘虏 他们一旦在市场上公开被拍卖 就终身为卢 成了主人手中的财产 主人对他们有绝对的身杀大权 正因为如此 除了那个主人外 不能够随便再去侍奉另一个主人 因此贪财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 觉得刺耳就吃笑耶稣 吃笑有嘲笑的意思 因为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正如耶稣说的 你们的宝藏在那里 你们的心也必在那里 按他们的思想 富裕便是天主祝福的证据 认为富人是天主祝福的人 他们希望在此生 既能够腰缠万贯 同时又能遵守梅色法律 死后进天国 换言之 他们既要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 同时也能享永福 因此耶稣的比喻对他们来说 是当头棒喝 无怪乎引起他们极大的反感 耶稣给予他们警语 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义人 天主却知道你们的心 因为人看来是崇高的 在天主眼中却是可真的 因法利赛人的贪财心思 被耶稣指出动机不存真 他们自冲义人 是最守法的正人君子 地位崇高 但在天主的眼中 却是可憎恶的 耶稣多次的就责备他们 是卫君子 假善人 因为他们只顾外貌 而不重视内心 只做给人看 例如抢着做守卫 行善时敲鲁打鼓 让人看 好使人能赞扬他们的行为 崇高 最后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财产 也都如同是天主的管家 管理或利用这些财产 终有一天天主会和我们算账 如何善用了天主的财产 就是天主的圣宠和恩惠 耶稣教导的是 人世间的高位权利或金钱 人人重视极力的追求 但人忘记世间的一切 都是天主造的 因此问题不在乎你有 有没有钱财 或者是有没有权利 核心问题是 我们是否利用这些 即控制他们 不被钱财 权利 地位 所奴役 或者是迷惑 做个善良中心的好管家 让我们祈求圣神的光照 善用天主的恩赐 圣宠神恩 为光荣天主而努力工作 阿们 感谢你的聆听 天主保佑 我也 rap 我们是否准备 ao 礼祭 入碧 我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